第十三屆亞洲電影大獎頒獎典禮 將會在這個星期日隆重舉行 立即下載OpenSky.TV手機應用程式就可以緊貼盛視 在開Show之前先跟大家分析一下你最喜歡的亞洲電影導演奪標指數有多高 先看下今屆最佳導演大熱韓國的李蒼東 他剛剛才獲得亞洲電影大獎學院頒發終生成就獎 吃著這個勢還不相信李成章奪標 看回他的作品消失樂園 藉著探索女主角無端端人間蒸發 揭示年輕人對前路失去信心 最後路火越來越大 全片都充滿著窒息的感覺 緊接著的是被譽為這一屆黑馬 中國大陸的代表萬馬財蛋 他的作品的名字叫做《撞死了一隻羊》 聽起來很捨身 不過這位藏族導演一向都喜歡大玩奇想 一時夢境一時真實 不懂得欣賞往往很容易搞到一頭無水 就算有監製王家衛參與製作支持 估計奪標指數都是得一顆星 數到日本代表士之遇和 題材夠貼地特別容易令人有功名 他擅長細膩描寫親情和人情 小編就自like他的電影 平淡得黎夠親切 心目中已經被捉五顆星他了 你們看過小偷家族之後 又會不會有一樣的看法呢 身為香港人當然要為香港代表打打氣 香港製造的導演陳果 在三夫裏面再一次用小人物做主角 透過輕度弱智的旦家女和三個丈夫 組成不合常規不合倫理道德的家庭 表現出自己和對香港前路的迷惘 之所以這麼多香港人 殘層到的港產片 都是有原因的 反映到香港本身的一些民生議題 講粗口 拍多些香港獨有的地方 除了陳果之外 還有代表香港 國族最佳新導演的陳小娟 這套電影關注香港少數族群問題 又是不是你杯茶 不過只看這位新導演 放棄高薪厚職都要實踐電影夢的熱誠 小編已經加了分了 奪標指數一樣都有三星半的 中國大陸代表白雪 可以說是陳小娟的重要對手 飛一般的青春電影過春天 已遊走在深圳和香港的少女走水貨的故事 探討單飛、上飛、中港身份認同問題 那麼懂得把握大眾業的話 都很有可能會跑出 不過要爭最佳新導演 都不止是女性威風 日本代表上田慎一郎 執導的絲殺片場 表面是喪屍片 實質鬥到盡製作人的辛酸 笑中有類的劇情令觀眾容易受落 說不定一個屈尾十會贏獎 當然競逐最佳導演和新導演的 有不止這幾位的 先看完整名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